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 《合子思辨》 我是《合子不仁》 大家看到我头发出群 都没有剪头发 希望可以快点去剪头发 因为发型师本身不是这么大限 现在防疫期间也尽量少出门 今集要讲一个很短的话题 而这个话题是很有意义 也可以帮助大家活得开心 或者活得更简单 很多人都相信 象征性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拿一些东西来放在自己身上 这东西赋予你能量 你觉得是否很厉害的一件事 很简单举个例子 有些人很相信提休可以帮助自己吸财 喜欢放在身上去打麻将 他有了这个能量之后 他就会觉得自己如虎添翼 如虎添翼之后 就可以打低对手 赢了你们的钱 又或者我们会留意象征 这件事 其实是挺有能量 挺有力量的一件事 譬如说我们去到法院门外 你会看到有个天平 有个公平的女成像 那样 清就代表公平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看到那样东西 你就会对于那件事物 产生了某一个情感 或者某一些慈悦 会诞生了出来 我想说的 那怎样可以放在自己那里 令到自己的事业 或者做些什么都更加上心一些呢 那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叫感觉 那刚才所说的 你见到清 那你会觉得是代表公平 那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你见到之后会觉得开心的呢 有没有一些动作 你做了之后会觉得很醒神的呢 我们现在自己回答一下 自己的人生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事物 物件是帮到自己的 我自己有一个举个例子 我会联想 我中学的时候 打排球打篮球赢冠军 那一剎那的动作 其实原来跟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 每次想要motivate自己的时候 我就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yes yes 拳头就放在那里 因为以前入球的时候也好 或者拿冠军的时候也好 都会这样做一个动作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这个动作是 非常良好的一个动作 就是 举高两只手 举高两只手 跟着握拳头 其实也很有象征的意义 因为这个象征是 大部分人共同认同 胜利者 里剑倒打 跑步跑赢了 两只手举起 很多冠军 世界级的选手 他们当赢了入球 或者做一些高兴的动作 就是庆祝的动作 他们都会双手振臂高呼 我想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记住这个动作 每天早上都会对着窗边 或者对着太阳的方向 去做这一组动作 告诉自己 你今天已经是一个胜利者 非常之有象征性 你有能量去赋予自己 然后说到你身上高的东西 比如说银包 你会赋予他一个功能 就是金钱的象征 整理的象征 会流入金钱的一个机器 你对着他就这样说 你赋予他给你的感觉和能量之后 你每次看到他 你会很疼他 放钱下去的时候 会很顺着地排好些钱 当然这些是迷信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 就是象征着你开始 爱惜你自己的钱包和里面的钱 开始整理你自己 从小开始的一件事 然后你再去做其他事情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再影响你自己的思想 有些事情不是思想改变行动 有些行动也可以改变思想 当然你一定要听完今天这段话 你先去实行 然后才可以变成你的习惯 其次呢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是荧光莫 这边 这个peace的动作 可能是 旁边的字就写 I love you 但是 这个动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动作真的没有意义的 但是 意义是人赋予给他 你可以自己创一些动作出来 不管是牛角也好 怎样也好 心心也好 心心这些都是人创出来的 就是 你说这样是 表达爱意 就表达爱意 那找些东西出来 去象征 每次 你一做某些动作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某一件事 提示自己 可能是 在这个时间需要自己检讨 在这个时间需要自己冷静 你看到 比如说 我不知道 可能是十指紧扣 自己和自己紧扣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动作 开始赋予他一个 象征的意义 就是什么 OK 我要放一个头上 我真的要想一想 OK 有些事情是要三思而后恨的 去阻挡自己的冲动购物 冲动消费 或者做任何东西 总之 你一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以告诉自己 我要静思十秒 或者我要静思二十秒 给个时间 自己的空间 再考虑清楚某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本身 象征性是很有意义 和很有能量的 譬如说 有很多人看着一张照片 是巴黎铁塔 有些人会觉得风景很美 但有些人觉得 它象征的意义 就是法国巴黎铁塔 旁边的一个 香治利社大道的购物 那个不一样 但是你如何赋予 某一类型的事物物件 照片 产物的一个生命的赋予 又或者意义的赋予 你就会得出什么结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了 本身 所有东西都可以赋予 一个好的意义 然后令到自己的生活 习惯 又或者行动 更加得心应手 事半功倍 有能量 不是我们经常做的 很多演讲也好 又或者和其他人分享也好 最重要的事情是 能量 又或者是能不能传递 你想传递的信息 能够正面 又或者是否可以带领去别人 又或者可以告诉别人 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那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这段影片OK的话 记得按个订阅 记得点击小蓝钟 又或者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记得亚克赋予自己一个强劲的生命力 又或者赋予大家看到我那时候 就会觉得很正面 又或者觉得我是一个金钱制造的机器 又或者怎么样都好 最重要是你自己开心就可以了 OK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 跟大家说先拜拜 拜拜